凤凰军机处由骨子里的中国青花焚酒独家冠名播出 骨子里的血脉 骨子里的文明 骨子里的中国青花焚酒 那么这期是吴苏林吴老和郑文浩做客军机处 那么我们这期播出是2019年的1月1日 那么在这里我和吴苏林老师 郑文浩老师在军机处向广大观众广大网友致以节日的问候 祝大家在2019年一路顺利身体健康 我得批评一下吴老 我约了您好多次了 微信 您玩心太大了 现在一直不着价 这最近刚腾出空了 是的 我们为什么一直约吴老 因为吴老是上过战场 干过陆军的参谋 一直从事陆军的军事训练和作战这一块研究 所以对陆军11个兵种是胸有成竹了然于胸 而且有一线的这种经历 那么今天我们想请吴老给我们聊一个特殊的兵种 就是陆军的侦察兵 现在可能已经改了 现在他的后身就特种不对了 那么我们先聊一聊陆军的侦察兵 您给我们讲讲侦察兵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兵种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吴苏林 在2019年到来之际 我们三个人把最美好的祝福送给大家 方才您跟我说 我很抱歉 因为从2018年春节到今天 你一共用微信找了我五次 五次 你都没来 事不过三 我这已经是第五次了 那么我们划给正题 我们讲侦察 讲侦察兵首先要讲什么是侦察 侦察是为了获取与国家安全 国家利益和军事行动相关的情报而进行的行为 叫做侦察 可以列入现在还有词典的解释了 这是军语的解释 那么我们在因同自不同有两个侦察 一个是查看的查 一个是检查的查 军队的侦察都是查看的查 是的 公安的侦察都是检查的查 那是司法的侦察 那个查就是检查的查是一个司法行为 所以这个不要弄混 在军语当中只有侦察 没有那个侦察 那么侦察 它是从范围上来讲 分为战略侦察 战役侦察和战术侦察 那么从空域从地域空间这个角度来讲 它分为地面侦察 就是陆军侦察 海军侦察 空军侦察 火箭军侦察 等等 那么从形式上 还有对数侦察分队的侦察 兵种当中侦察专业的侦察 比如说炮兵侦察 工程兵侦察 防化兵侦察 等等 对数侦察部队侦察是什么意思 对数就是编制在陆军集团军和合成旅当中的侦察连 侦察营 这样的属于对数的侦察 我再问你一句 像现在集团军和合成旅的侦察分队 除了规模的大小之外其他的有什么不同 过去我们讲这个侦察就得说到以往了 以往的侦察主要突出一个查字 就是要查明情况 而现代战争中这个侦察实际上是集情报的搜集 战场的观察 火力打击的引导与必要时候的特种作战于一体 它就是侦察引导打击 是这个情况 就是说侦察兵是现代特种部队的前身了 我们解放军现在应该已经叫特种作战旅 我们可以这样讲 特种侦察作战部队当中有侦察兵 但不是所有的侦察分队都在特种侦察作战部队 不是所有的侦察兵都在特种部队里面 是的 小盛觉得呢 我当时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 吴老婆 其实以前也一直考虑过 我们这个特种部队和包括侦察兵跟西方的侦察兵包括他们特种部队有什么区别或者是不一样的地方 您看看刚才吴老爷说我们的侦察包括火力引导 是吧 包括有一些情况侦察 也包括像特种作战融合在里边的 但是我们印象之中 我们这些没有当过兵的 或者是主要看一些军事刊物或者是独物的一些外行人 很多看西方特种部队 更多的是比如说特种作战 特种营救 包括像什么击毙本拉登这种带有战略目的的这种海外的斩首活动 这个可能是很多我们像这种好像侦察兵就是特种作战 特种作战就是为了搞营救或者是斩首动的 您觉得这里边有什么不一样的 或者有一些概念上 我慢慢来回答您的问题 是这样 侦察行动 我们可以理解 特种作战包含了侦察 而特种作战也是侦察行动的延伸 因为军队作战 首先一个问题就是要解决敌人在哪 行的 对 山的那边有什么 永远是我们追求的 或者是我们指挥员进行作战部署的前提 我是参谋出身 所有的作战筹划当中第一项就是敌情 然后才是我情 敌情 那么敌情是决定了指挥员进行作战筹划 部队进行作战行动的前提 那么敌情主要是依托侦察 就是平时的侦察和作战时期的侦察相结合 那么随行这个任务的主要是我们各个层面上的侦察分队 现在我们有很多侦察的手段 比如卫星包括现在炮兵也可以侦察 无人机 通过人包括无人机 那么现在还一定要地面的分队走过去看侦察 还需要这个手段 是这样的 它可以分为几种 一种叫做武装侦察 武装侦察我们一般的来讲 方才您说了 陆军依托作战任务和作战样式以及它的主战装备划分为11个兵种 这个里面我再跟您说一下 第一是步兵 第二是装甲兵 含机器化步兵 第三是炮兵 第四是防空兵 第五是陆军航空兵 第六是工程兵 第七是电子对抗部队 第八是我们的防化兵 第九是通信兵 第十是特种部队 第十一是侦察兵 侦察兵和特种部队是分开的 分裂的 那么我们方才小郑问我说特种部队和侦察兵有什么不同 特种部队一定包含了侦察兵 它是极查打一体的我们一个作战拳头 就是敌后作战的拳头 敌后的破锡敌后的斩首都是由它来的 对我军的侦察兵应该讲 侦察这个在汉语中的这个字在古代就有 那么在现代战争中应该说我们根据我们的作战任务 我们对侦察兵赋予它的任务与外军侦察兵的任务基本上是相同的 只不过有时我们没有机会 我们一直处于一个和平的环境下 比如说敌后斩首敌后破锡 我们的部队还没有这方面实战的需求 我又要说我曾经说过那句话 我们一直在准备 对 我们一直在准备 实在没有给我们机会 对 那么您今天跟我说的这个 我觉得我们把话题慢慢归类 在武装侦察这个形势当中 主要是我们对属的侦察分队 包括陆军、海军、空军都有这样的 什么路特、海特 是的 陆军的集团军和合成旅也都有 还有一类就是技术侦察 我当兵之后的第一个岗位就是炮兵的侦察兵 那么炮兵的侦察兵也是要观察敌行 及时的发现目标 决定目标的位置 然后看打招点 打没打招 决定射击主员 观察射击效果 除此之外 比如说工程兵 他也有工程保障的侦察 比如说我要修路 我不对机动的路线上哪些地方是显观 是容易遭敌破坏的路段 我事先侦察好了之后 我要有工程保障计划来做 就是用多大的兵力 多少的机械 在多长时间之内我能保证的畅冲 工程兵的侦察兵其实就是一种工程技术人员 对 他是专 我们讲队属的侦察分队就是我们一般意义上的侦察兵 还有兵种内部的侦察分队 他这个叫专业岗位 专业岗位 防化也是一样 你查明不了敌人释放的毒际类型 你就没有办法进行洗销和防护 没错 我们理解的侦察兵其实面窄了 真正的侦察兵涵盖的范畴更广 对 不是像我们以前认为的侦察兵好像直到破鞋 可能有的甚至是一个文志彬彬的小伙子 他可能也是侦察兵 是的 不是说只有像魂纳罗里边的那个 对 是这样 因为我在涉业军事的时候 我和陆军特种部队接触是最多的 那么我在39军特种大队采访的时候 我就觉得他们那点的战士都有一个不同 比如去一般的步兵的连队 战士们看见记者来了之后都比较拘谨 不太说话 或者跟你说话的时候 全是背诵之前背好的事 那么在特种大队的时候 他所有的战士我感觉都特别活泼 兴奋性特别高 然后他可以主动要求记者给我拍个照等等 那么包括我在咱们步兵学院有个朋友 他是专门做特战教研室的 他就说他们的老领导在挑兵的时候 比如说组织一场体育训练 那么就看一个小伙子 用他的话来说就像兴奋的马具一样来回跑 就是兴奋型的 临战兴奋型 他说侦察兵特种部队就愿意挑这样的人 您曾经做过侦察兵 而且您还曾经上国战场 那么您后来接触军事训练也接触了大量的侦察兵 您认为有什么样素质的人才能做侦察兵? 您这又问到一个关键性的环节了 我们讲侦察兵的素质 第一个就是要有一个坚定的信念 有一个坚定的信念 无论任务多么艰巨 我能勇敢的迈出那一步 我行 我能 我能毅然决然的走出去 又能全虚全伪的回来 好像您以前说过一个跳伞的故事 好像就跟这个特别贴合 对 我们放在后面讲 那个和赵天有关联 第二个就是要有强健的体魄 你没有体能是不行的 我给您举个例子 当年我们在红土地上进行战前准备的时候 爬山射水搞强行军 24小时48小时在野外生存 那个瓢泼大雨不停的下 平时我们淋点雨都觉得是个事 可是如果说48小时你衣服不干 外边下着雨的时候 人体就失温了 一般人是承受不住的 你想 你首先要在野外能生存下来 然后能够激动出去 关键时刻还能出手一招制敌 这个你没有强大的强健的体格 身体素质不行 对 再一个就是精湛的技能 技能里面包括很多 比如侦察兵齐拿格斗要在航 多种步兵武器 抄起来就能打 打就能打中 这个要能在航 还有试图用途很关键 方向感的好 是 那么你查明情况了 你是对面山头上有敌人的一个指挥所 可是你确定不了指挥所的位置 你不能把它用坐标的形式爆出来 告诉炮兵 那不就没什么意义 再回到这说 一个坚定的信念 强健的体魄 精湛的技能 是吧 我们讲练体魄 练体能 当时我在诗里当参谋 诗里边要是搞五公里越野 侦察连拿不了第一名 那都是不可思议的事 您说到五公里越野 我最近经常跑五公里 我现在能跑到31分多 就像当时咱们侦察兵他的五公里要多少时间 具体的时间 你让我来记不太清了 我记不太清 但是如果现在你的年龄让你倒退10年和我们的全副武装绑着沙袋的侦察兵一块跑 我们跑到地方喝完水 再整完了队 我跑了一半了 再派人回去在路上捞你 还是可以的 那么进行体能训练的时候 往往是连长带队在前面跑 参默坐着三轮模特拿着一根棍子在后边独栽 谁跑的慢就拿棍子打一打 就您干的这活是吧 您是三轮 对 肯定干过 要不怎么那么熟 能了解这个 对 然后我们讲胆识 我们当年训练的时候有一个叫按方位角行进 上面给你第一个点的方位和距离 然后告诉你那地方有个什么物体 你到那去找你的下一个行进的信息 实际上就是一个纸条 漆黑的夜晚陌生的环境 一个直北针 然后全副武装 你看了什么样的方位角多少米的距离 你跑就行了 第一不能跑错路 是吧 得找着这个纸条还得 是啊 你包括那真是跋山涉水 前面有小河 能蹚过去 甚至能游过去 绝对不能绕过去 因为你绕过去终于回不来了 对吧 对 好不容易找到那个地方了 比如说是个独立树 你得找那纸条 那纸条在哪才是关键 最狠的 坟地是吧 让你永远也找不着那个纸条 射点的人用匕首把树干翘起来一块 把树皮翘起来 把那个纸条放到树皮里去 你找到这个树 你永远也不知道它那个纸条藏在树皮底下 那是最坑人的 射点的人自己回来都未必能找到吧 那他能找到 我曾经有一个经历 当时按方位角行进 告诉我 是一个坟场中最大的一个坟 最大的新坟 谁这么坑人 是 有什么仇 我们围着那个找 找了一遍又一遍 找了一遍又一遍 就是找不着那个纸条 最后发现 在那个坟上有一个这么大的 大概是老鼠洞 没办法 土的坟是吧 土坟 上面有一个老鼠洞 我个子最高 班长说 你个子最高 手最长 下去把那纸条捞出来 这等于是捞到那个坟里面了 对 漆黑的夜晚 拿着微光 我把这个手趴在坟上伸到里面去 把那个纸条拿出来 那么还有的时候把它放到殡仪馆的火化炉 甚至放到骨灰盒底下 晚间一个战士单独把它拿回来 这个骨灰的家属都知道 当然我们要充分的尊重适者 对 但是主要是这种形式来锻炼大家的胆炼和技能 这个应该都是在40年前我们曾经做过的事情 所以做这些对您的胆量有帮助吗 肯定有 精力多了 那么底气也就足了 说到这个技能 我还想起一个故事 我有朋友他参加过2002年的爱尔纳突击的比赛 爱尔纳突击是国际侦察兵大赛 其中有一项也是像您说的是大家先要越野 那么当时对方假设敌沿着一条河进行防守 那么所有的外国侦察队都暴露了 那么只有中国队过去了 靠来说中国队怎么过去的呢 中国队就是说在冰冷的河水里求渡过去的 那么真正下河游过去的只有中国队 那么这个就说明咱们的技能比较高 而且像您说的咱们的信念比较坚定 另外他还讲过一个故事 也是有一天晚上他们的队长要去侦察假设敌的情况 因为时间比较紧 那么他们队长就拿起手电大模大样的到处照着看 那么这帮假设敌就以为他们队长是自己的军官 所以大家也没有发现他 那么咱们队长就把所有的情况侦察清楚了 也是像您说的 就是说意高人难大 技能比较强 是这样的 侦察兵我们应该讲是插入敌后的一把尖刀 他担负着为指挥员作战筹划提供信息的重要的任务 那么他以信念意志和技能为支撑 就是不惜牺牲自己 当然牺牲不是前提 就是利用任何方式把情报拿到手 我给你举几个例子 在朱日和 红军的侦察兵为了查明蓝军的部署 在1335.9高地上面有一个将近70米高的一个铁塔 实际上是士兵交战系统的一个信号塔 我们的一个侦察兵爬到那个塔上 在那个塔上吃住了五天五夜 五天五夜没下来 白天太阳照 夜间冷风吹 大小便怎么解决 自然有办法 反正是不能下来 是吧 有的人他可以做到调节身体机能的话 他可以抑制他的一些 比如说少喝水或者是尽量少尽食物来减少他那个时候 再一个就是蓝军 你比如说我曾经和蓝军的指挥员谈过 蓝军的指挥员说 我看一下红军集结时候的队形 我就知道第二天哪个是他的主攻方向 哪支部队负责什么样的任务 我说你怎么可以这么肯定 他说因为在目前的情况下 红军的 他主要是装甲机计划部队 都不具备在夜间在开进的过程中变换战斗队形和攻击方向的能力 一定要在白天集结一下再进攻 这个就是他的经验和情况综合判断出来了 应该说准确的情报信息是打赢未来作战的不可或缺的前提 吴老 您接触咱们这些侦察兵 您对他们的装备有什么印象比较深刻的 可能我们外行理解的枪和侦察兵理解的枪不太一样 比如说我们说790轻型的冲锋枪 他的军迷对他的评价不高 但是蔡昌军教授曾经在队约的战场上战斗过 那么他最喜欢的就是790的冲锋枪 因为他觉得那个枪射速特别快 如果一旦和运营遭遇的话 一扣扳机 他的射速快了就可以一下压制住对方 他的战友就可以隐蔽 然后火力就开始发扬了 那么像您说的 咱们侦察兵对枪械有这方面的枪械是这样的 我们当时主要是以微生冲锋枪 对 微生冲锋枪的射速更快 打到敌人身上的时候 打连发的时候 你看的是一条雪道子 然后790轻冲 他打的主要是5一是手枪弹 手枪弹 当时50米打一拉罐没问题 一枪一罐 现在的装备就更好了 对 我们现在的装备是更好了 那么这个主要是武装正常 但是还要有一些技术装备 器材正常 比如说光学红外夜视器材 对 比如说我们的定位与导航的装备 再比如说我们图文接收与回传的装备 对 要保障我们能够进得去 看得清 谱得准 传的 能够及时的传的回 把信息传回来 把信息给传回来 实际上我们大家也看了 那么有的时候从我们的军事新闻当中 从我们影视作品当中 都能够看到这些 主要是侦查 定位 通信 打击 和必要的生存保障 最后时间不多了 您给我们讲讲这幅照片 这个照片有什么说的 好 是这样 首先这是您拍的 对 这是我拍的 我们想新的一年有一个新的气象 就是我和文浩 我们每次做一个节目 每一个话题 我们找一张最贴切的图片 从侦查兵以侦查为主 那么在过渡到特种部队是查打一体 这张照片是当年我们在东北卯地在演习场上拍的 那天吃过晚饭 指挥部通知 午夜时分 有特种部队在武装直升机的掩护下进行夜间无地面引导无照明的散降 同时要求所有采访的记者严谨使用闪光灯 那么当时我们特种大队的战士 在低空 在完全没有照明 多少米 低空 大致应该在300米左右 冒着巨大的风险跳下来 是 其中有一个战士在他离击之后 发现自己的主伞没开 在漆黑的夜间 一个人悬在空中 发现主伞没开 果断的抛掉主伞 启用了备份伞 落地 300米的话 如果他要主伞没开的话 给他打备份伞的时间非常短 就几秒钟 所以你应该能够看到我们的侦察兵 特种侦察作战部队是在侦察兵的基础上进行了规模任务能力的拓展 那么他同样与侦察兵一样具有意志胆识和技能 这都是意高人胆大 那么落地以后我们非常感动 当时演习的指挥员在对列前面去讲话 我把镜头对准了一个战士 这个战士看到了我的镜头之后 就默默的给自己和自己的战友竖起了目指点起了赞 一个又一个 等到指挥员讲完了话 所有的我们的特种兵都为自己举起了大拇指 这个其实是特种部队 特种队员他的作风 一般的步兵连队 要是像您说的那个级别的首长讲话 全都鼻管调直的站着 不敢这样做 我们就觉得侦察兵你方才讲了他的性格要很开朗 实际上在开朗的背后 需要他特别沉稳的时候 他也应该特别沉稳 他不仅仅是勇敢 他不仅仅是勇敢 仅有勇敢是不够的 我对侦察兵的总结 要像鹰一样的敏锐 像虎一样的勇猛 像狼一样的矫长 我跟你说 以前有个动画片都给您总结过了 鹰的眼睛 抱的速度 什么狼的耳朵 熊的力量 差不多 你想 跟您总结了 当年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军中有一个独臂将军丁小兵 他当年就是侦察兵 在卫国作战的火线上他的右臂受了伤 就是一层皮连着 为了能够及时的和战友们一块回撤 不因为自己受伤而影响了部队完成任务之后的回撤速度 他毅然决然拿出来匕首把自己的胳膊拉倒 把受伤的断臂把它砍下去 这是常人能做的 可是 但反过来 他回到内地 再治好了自己的伤口 当然了 他就是缺了右小臂 他用左手和右臂的甲肢 又在自己的战斗岗位上 无论是政治学习还是军事训练 都获得了优异的成绩 最后成为了人民解放军的一名将军 在他的身上就是我们侦察兵的素质的最好体现 那么我们得向侦察兵群体致敬 咱们第一期的时间又差不多了 股份力的中国清华分酒 本期军机处就是这样 感谢吴老和小臣